Android application RUN出來的話 把模擬器啟動之後的話 它就會幫我把這個APK 幫我打包之後的話 傳送過來 透過5554的POR 所以如果5554的POR被關掉 或者被擋掉的話 那也傳不過來 模擬器就接收到了 接收到之後的話 我點下去 User有沒有 手就點下去之後的話 那各位可以注意一下 底下會跳出一個鍵盤 因為我們的Input Type是什麼 Input Type是Lumber 所以它就跳出Lumber的鍵盤 所以如果你今天是Phone的話 它就跳出Phone的鍵盤 如果你今天是Texter 它就會跳出一個有英文的鍵盤 不過它這邊還有進步的空間 比如說我們是中文語系 那是不是應該要有Input Type是什麼呢 可能中文語系之類的Input Type 不過目前還沒有想到這麼完善 諸如此類的 那我們就直接打一個 比如說 常常一般車子出來 第一個要做的是0到100加速 所以 那英里的話應該做 60英里 所以好像國外都有0到60Mi的測試 那0到60的話把它轉換一下 就會時速96公里 所以0到60加速 就是或者甚至有0到100的話 那當然就按轉換 這地方就出來160 那最後做出來就類似像這樣子 那如果已經有老師做出來之後 可以舉一反三 比如說呢 再來 可以把它做成什麼 上面是英里 下面是公里 當然這樣做其實也不是很完善 你最好是一個Option 當然我們初期的話可以再做一個 然後程式的部分呢 因為我們又多加了這個 這個這個 所以你要怎麼樣呢 再多宣告什麼 三個元件 多連結三個 多宣告三個物件 多連結三個元件 然後再建立一個事件 這個事件的話 就是這個轉換 那所以這地方的話呢 可以再做一個延伸性的練習 OK 那甚至這一個也可以再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一個radio button 就是說 英里跟公里 有個radio 比如說我今天切換到哪一個 那我就去跑哪一個程式的轉換結果出來 就OK了 那只是這個地方是延伸的題目 好吧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試看